頁面屬性這個部分 裡面它做什麼呢 外觀跟標題 所以基本上可以拆開來看 第一個頁面屬性的設定在哪裡 有兩個地方設定 一個是外觀的CSS 一個是標題的CSS 那就幾個 頁面的字型 頁面的字體它要是 星系名體跟標改體 大小是16 背景的顏色 它要我們做出這個顏色 然後因為背景的圖案 背後的圖案 那我需要加一個背景圖 背景圖因為 它已經準備給我們 就是一個那個漸層的顏色 白色到藍色的這個漸層 然後並且讓它重複 因為如果重複 重複 有X軸跟Y軸 那因為基本上它 重複的是Y軸 再把那個標題字給 做改變 OK那顏色這個部分加上去 就完成這一題了 顏色你可以看到 RGB 所以基本上你會發現 應該是 它沒有紅色 沒有藍色 沒有紅綠 沒有綠色 然後只有藍色 字的大小 標題要改一下 就完成這 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頁面屬性的位置在哪裡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它的位置在下方 各位可以看到 頁面屬性這四個字 就在這裡 那它的字體的部分 是要標楷體跟星系名體 不過你會發現 這裡面沒有標楷體跟星系名體 你可以移到 編輯字體清單 然後做什麼事呢 把那個 往下 你找一下 這邊的話呢 這邊 找一下 往下找有沒有 標楷體跟星系名體 有在這裡 有沒有 加一下 星系名體加一下 這兩個加進來 加進來之後呢 上面會多一個清單 也就是我加了之後上面會多這個清單 那清單的話呢 我就直接選取它就可以了 然後按個確定 好這個時候的話 我的 字體的清單裡面按下去 就會多一個啦 也就是剛剛是編輯嘛 多一個選這個就可以了 OK 第一個 點那個頁面屬性 這邊就可以去選它的字型 那再來做什麼 第二個是 字的大小 是16 顏色 是這個 OK 9BCBCD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你就把 大小 改一下 然後 16個像素 那它的背景顏色 所以特別主要是背景顏色 它是要我們把背景顏色改成這個 9BC 9BCD CBCD OK 顏色你離開之後你會發現它就是顏色 背景的影像 瀏覽一下 瀏覽一下 去找到 images 專門放圖裡面的這個 背景圖 把它選起來 那重複 重複要不要重複一號 重複 repeat 當然如果你選的是有X有Y啦 這題目是要我們用Y 就是 可以理解吧 Y的話是 那個 就是 等於是那個垂直的 垂直的重複 那這個部分你可以按 套用的話 理論上它的效果已經會出現 套用之後效果就出現了 再來的話呢 還有什麼呢 標題CSS 第二個 它要我們做什麼呢 標題E 有沒有 標題E要做什麼設定呢 標題E部分的36個像素 顏色的話是這一個 所以這設定 標題CSS 然後標題E的部分 36 所以記得喔 只有改標題E 36個像素 顏色的話呢 你就打一個緊字號 然後 000099 1開 就這個顏色 那如果你套用上去會怎麼樣 就會針對 這個頁面的 標題E 那標題E剛剛不是用過嗎 對沒錯 所以你把它 套用上去之後你會發現喔 它就會針對標題E 去做變更了 那因為預設的那個是黑色的啦 那黑色可能看起來你覺得不喜歡 你可以啦 把它套用按個確定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 我們的這個部分的設定 再來的話呢 第八 是要做什麼 在那個 那個什麼 中華民國技能 在這邊插入個著作權 那著作權應該知道那個圖號吧 有一個圈圈裡面有個R 有沒有 表示Copyright 就是 著作權的那個 小圖式 那位置在哪裡 在這裡 它插入一個著作權 表示說 這個地方是版權所有 或者說那個名稱你不能濫用 如果你要用的話 要經過對方允許的話 那那個位置在哪裡呢 在 插入 HTML 水平線的下方有個特殊 字緣 應該就會有一個什麼 Copyright 有沒有 應該是 著作權 C的這個 OK 點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 Copyright的一個符號出現 就在這裡 那表示說你將來如果你的網頁上面有一些著作權的話 你可以宣告一下 你可以用Copyright的一個符號 那最後的話呢 就 把這個地方 將編輯過的 檔案儲存 就完成這一題 好 那我們基本上呢 最後把它 做一個儲存 那怎麼知道有儲存沒有儲存呢 基本上 在那個 你的 上方這邊有沒有 這邊會有個小小的 信號 有信號表示你沒儲存 所以你怎麼儲存呢 檔案裡面有一個儲存嘛 你把它儲存起來 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把它關閉起來 OK 關閉完畢之後呢 你再到你桌面上102 其實你只要打開它 點兩下有沒有 看到的結果呢 如果跟我們 這個 看到基本上有沒有 我們要的這個結果基本上是一樣的話 有沒有長得 基本上我會去check 比如說你這個是不是 我要的效果 而且是 標凱題 然後那個 有沒有這個新 然後有沒有今天日期 另外的話呢 這邊項目符號有沒有加上去 標題1 有沒有加上那個 變成藍色的字 諸如此類還有沒有 copywriting符號 如果都有 那恭喜你 這一題就沒問題 OK大概是這樣的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 今天的部分就是 一個102 那你們就把那個102部分 將來呢 如果要繳交的話 其實就是 這個網站 它是一個資料夾 不過一個資料夾 你要繳交並不方便 那什麼方式繳交比較簡單呢 不如就是 你們把它按右鍵壓縮 變成一個 VIP的檔案 繳交的時候 你繳交一個檔案 因為我們Poto上面是 可以繳 檔案的 不能繳資料夾 因為你資料夾全部傳上去 我也看不到你東西 而且可以繳交一個 解決 開啟 不在意